我們看這題 這題他說如這個圖所示 在這個水平地面上 做等速直線運動的汽車 這個汽車的速度是固定的 然後通過一個定滑 用繩子吊起一個物體 若汽車與被吊物在某時刻的速率 分別是V1和V2 折下列敘述何則正確 我們看A選項 他說這個物體 說這個物體V2 他的運動速度越來越快 而且V2始終是小於V1 這個我們怎麼看 我們現在以這裡當基準 這裡是圓點 那這個的話呢 這是圓點 那汽車的位置在這裡 這個叫X 那在某個瞬間 一開始的時候 汽車在這裡 那這個什麼 這個繩子這一段的長度 我們叫R 或叫L 當你的汽車跑到這裡 跑到一點點的距離 跑到一點距離 就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個角度很小 幾乎等於 跑到這裡來的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這個長度就變成L 長度升長了 那升長的長度從哪裡來 從它上升來的 也就是說 這個長度的變化量 是等於它上升的量 好 那我們現在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 我把這個圖 拿到這裡來分析好了 這個是L 這個 這個是DX 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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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段 它移動的距離 這個是DX DX DX 這個的話 是多少 是L 這是L 這是L' 好 那我們看看 這一段 它的伸長量 就是L' L' 我們怎麼看 我現在在做什麼 做那個 等腰三角形 做等腰三角形 這一段的話 也是等於L 那這一段就是 就是L' N' 這一段就是DL 就是L的變化量 好 那因為它是瞬間 所以這個角度 趨近於0 這個角度什麼呢 這個角度就是 這個角度的變化量 這個我們叫SIDA 從SIDA變成SIDA 這個角度就等於DX 這個角度就是DX DX DX趨近於0 當我時間取很短的話 這個角度趨近於0 那因為我是取等腰三角形 那這兩個角度就一樣了 這三個角度加起來180 當我這個DX趨近於0 這個就趨近於90度 這裡就近近90度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就知道說 DL DL 因為這是90度嘛 那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D的一個詞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Cos這個角度 Cos這個角度 就是 就是等於那個是Cos這個角度 Cos這個角度的話呢 跟S這個角度的話 就是無論是幾個Cos 所以積楣 我是替過 第二處以DX的話 是等於Cos這個角度 就等於San這個角度 San的下 像是約瑞 約瑞 當你d7到qt10的時候就等於 那我現在的話 這個在什麼時候發生 在很短的時間發生 我上下給它除以dt dl除以dt dx 除以dt 這是等於3C 那上面這個東西是什麼東西 上面這個東西的話 是這邊的長度生長量 長度生長量就等於它上升量 因為它總長度不變 這裡生長多少 這裡就升高多少 所以這個像是等於V2 這個像是V1 V1就是 這個車子的話 在dt時間裡面 從這裡走到這裡 這裡的距離大很小 因為你時間尺很短 所以就得到 得到一個結論就是說 V2 事實上是等於V1 3C 不曉得的話 3C它是小於1 所以這是小於V1 所以V2的話 始終什麼呢 這個速度 始終呢 小於車子的速度 不曉得 當你這個角度越來越大 這個V2就會越來越大 因為3C大 它是增寒數 就是說 當你這個什麼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角度越來越大的話 這個3C大就越來越大 就是說 因為你這個 這個固定 這個固定的話 3C大是這一段 總而言之 總而言之 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們知道3C大的話 這個如果是C大 那這個的話 是怎麼看 你這個 這是Y 這是R 3C大就是這個 除以這個 這個除以這個 當你什麼呢 當你這個 這個 這個C大越大的話 這個Y就越來越大 這個比這個值 這個比這個值 就越來越大 這個比這個值 就越來越大 這個比這個值 就越來越大 所以呢 這個 答案是什麼呢 V2小於V1 而且V2 是越來越大 因為3C大是增寒數 所以這個答案的話 應該要選多少 應該要選A 答案就是A 物體運動越來越快 就是V2越來越快 而且V2越來越快 V2總小於V1 V2總小於V1